分享diолн創意 各位同學 現在我跟大家一起畫張 我現在現在用鉛筆把張撮起來 其實本來畫隻鳥應該是自己弄得行,不過最近有很多新的同學來,於是我就抽時間出來做這條片 告訴大家如何起稿,一齊試試做,讓大家第一次新來的同學可能會掌握得比較好 其實起稿,我們畫隻鳥,最重要是畫牠的 proportion,我猜要對 鳥當然有個鳥頭,有個鳥身 其實鳥身有隻鳥的翼,有個尾巴,然後有隻腳 我猜大概,我猜我畫的時候,我也是這樣,當人這樣畫 鳥頭是有個鳥的圓形,大概是個頭 它有個鼻哥的中軸線 這條線,我會選擇鳥的中軸線,即是說,牠的鼻哥將來的位置就在這裡 而眼睛就說,如果一隻眼在這裡畫,另一隻眼就在另一邊遮住了 這個就是頭殼頂,大概是這樣 它實際上沒有條頸的鳥,不像我們人一樣 下面就伸了,大概到頭在這裡 這個是牠的胖子的身 牠有隻翼的,沒有翼就飛不起 所以是有隻翼的 後面就有牠的背部,然後牠長長的尾巴,就在下面 我猜在我們今次畫的那張畫面,很快可以看到 這個是我要知道,直著看東西的地方 其實牠是有點像看回頭我們這個方向 牠的鼻哥的嘴,待會我再找牠的細節 我猜我要告訴大家,在起那個階段 我猜最主要大家要知道就是,牠有些很複雜的毛 牠有些毛,有很多的文在 我猜在這個時候,要有一個了解 要知道你畫那幾層毛在哪裡 我猜在這裡,我會移動自己 因為這些一定要照抄 我要知道,大概我覺得我那個翼的位置在這裡 我知道我有一行,第一行,這裡有第二行,有第三行 大概我覺得就是這樣 每一行裡面有自己的輿文 而這些輿文是會不斷地改變的 就是跟著那個翼的走勢,就會不斷地改變 大概開頭的時候,我猜我也是會這樣 慢慢地去了解牠的實情,發覺那些文是怎麼走 這隻Budgy,你知道牠最漂亮的地方 很多人養這個鳥 牠最漂亮的地方就是牠在背脊和翼上那些很特別的文色 畫不到牠出來的話,就沒有了完全不是Budgy 所以開頭的時候,起碼在起稿階段 要對Budgy有一個了解 那些模式大概是怎樣的走勢來的 去到這一段,就是我的翼的後端 最後就是牠有些魚鱗文的東西 你現在看到我,都不知道我畫什麼 你會覺得完全不像,對的,完全不像 因為現在是一個了解的階段 牠真的需要在慢慢了解之後 需要有一個不斷的修正 去看看那個鳥的形態 大家真的要在照片裏面 如果沒有養開鳥的人 我相信是更加需要 像我一樣 要靠照片去了解鳥的形態 如果畫不到形態的話 譬如像這隻眼 我擦擦牠好一點 因為這隻眼比頭高 牠的眼睛應該大概是這裡 這隻眼睛來的 牠的紋色就在這地方 這樣出來的 你要慢慢在畫畫的過程裏 了解就是牠的形態 那些模式的佈局的改變的地方 要畫到真的要七八成像 而人家才會覺得 你的小鳥是正確的 好了,現在我回頭看一看 我一看就知道 我覺得那隻鳥太肥 肥鳥 肥鳥不好看 那就要改 這個就說要瘦一點 我猜要 這個是要瘦一點 翼呢 就要改上去 你說剛才改了 不是的 很容易 因為你現在只是一堆了解的階段 並不是真的正在畫畫聲帶 它 我猜 如果是屬首的同學 我想說的 理論上你畫材料的話 畫到這個階段 看到鳥大概是這樣的形態 你又覺得整體上的 如果你觉得proportion是对的话, 其实就已经是旧了,已经是可以开始起稿了, 已经完成了,起稿是可以下watercolour的, 因为这张照片是完全需要我们在watercolour的, 后面的background是制造光源, 光源又是在最前方的, 有些树叶在这个地方, 我们将来用watercolour的办法是制造, 如果我拿着圆笔是做不到的, 我要做很久很久的sketch over整张画, 让大家知道如何做法, 我估计现在就不会了, 我真的没有时间, 亦都不需要, 我估计我不需要用时间去告诉大家, 但我最主要想告诉大家, 在这个阶段你会画个sketch, 一定要起码画到这样, 对这些模式有一个很仔细的了解, 因为明天到星期六, 我们画起watercolour的时候, 你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如果不是的话, 就画画一下, 那些模式都掉了, 没有了小鳥羽毛的美金, 就是小鳥羽毛的美金, 我估计大家记住, 起稿, 起码要起到这样, 好了, 我还没说完,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那个, 讲多一点点, 现在跟着来讲的, 就不是叫大家起稿, 是讲那天我们画画的时候, 整个整体的strategy, 刚才我讲过, 那个小鳥羽毛的光线, 其实我会将它的光源放在这里, 幅画的最前方这里, 即是说, 我呢, 我假设, 如果现在画, 我讲清楚, 跟着我下来画的东西, 大家是不需要做的, 是一个demonstration来的, 和起稿是没关系, 我想说, 星期六的时候, 我们画的watercolour的时候, 整体的strategy, 我会将光源放在, 这个幅画的最前方这里, 即是说, 这些地方就是, 鸟仔的下半方这些地方, 就一定是暗了, 这里是, 那我现在就试图用圆笔去表达, 这件事都挺麻烦的, 是的, 没错, 是挺麻烦的, 但是呢, 这样吧, 这个, 这样的, 哎呀, 这一只, 它有一只脚, 这样, 好, 好, 看我画得到多少, 因为呢, 我为什么想说, 什么呢, 就是呢, 我们那天呢, 是会, 我会什么呢, 我想说, 我示范一点点, 这个是鸟仔肚腩的, 蓝色的比方来的, 对吧, 对吧, 它有个蓝色的肚腩, 即是它是个, 是个鸟仔毛的地方, 这样, 这样呢, 好, 这个是比较深色的肚腩, 我猜呢, 其实呢, 这个鸟仔的这一边呢, 你看到呢, 你看到呢, 你看到我不断地hatch, 对吧, 因为呢, 这个鸟仔呢, 那个, 光线在这边, 头壳顶, 和它身的这一部分呢, 是会比较深色一点的, 因为是背光, 而且呢, 由于我们画的水色, 我们有水色的味道的话呢, 我们的肚腩呢, 你看到, 好像我现在画的东西那样呢, 我会将它的肚腩呢, 和它的翼呢, 可能是和我们的背景, 是fused together, 就是比较上, 是萌萌的, 觉得它是走在一起的, 就不会画得那么仔细, 但是呢, 相对地呢, 在它的头壳顶的地方呢, 这边呢, 反而是, 它的背, 即是它的头壳顶, 你看到它的头壳顶, 很受光的地方呢, 反而是, 它的, 它的后面呢, 这里呢, 我反而会令到它, 是很清晰的, 它的, 它的, 是很clear的, 而制造出呢, 这里呢, 就是光, 到时呢, 再加一个拆胶, 即是呢, 将那个, 小鸟的头壳顶, 这个, 这个, 位置, 发光, 画得, 发光点, 何谓发光点, 它怎么会发光, 因为它旁边暗, 它发光, 是这么简单的, 我们画, 画这个, 画这个, 水彩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的, 记住, 是它, 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发光, 因为它旁边的东西暗, 对不对? 譬如说, 它现在这个, 这个位置呢, 就是暗了, 这个是它暗的地方, 它的嘴, 嘴, 因为我现在没有颜色, 那么就, 哎呀, 这个是嘴, 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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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嘴, 嘴嘴, 是这样的, 而我要它的, 这个, 这个头壳顶发光, 如果我现在用, 铁笔来做的话呢, 就一定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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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是, 呜, 嘴, 那它的嘴头呢, 便会发光了, 在这些地方, 一样的, 我做多一点, 讓大家看一下 我要很仔細看一下 它的紋是這樣的 現在 這個 是 製錄了 製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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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眼睛摸到這裏 大眼睛 我不會整隻鳥都畫光,不過我想告訴大家,當我們那天做的時候,鳥頭的這邊,我們會光暗地處理,這邊是很光的, 即是說到時候,那些毛色,黑與白很分明的地方,和毛雀撞的地方,我會將它這邊的背景做到一個很光亮的地方,在這裡和那些雀毛相對地,而造成這邊的壽光,的解釋是很清晰的,而這邊的小鳥頭的肚腩, 藍的模式反而是,就算我們看到的模式是這樣,假設我們看到的模式是這樣,我不畫太多了 我們是會有顏色,會看到鳥頭的肚腩,這個是藍色的尾巴,這個是尾巴 但我想說,它會和我們的背景有一點點沉合的,才製造到我們想要的水色的美感 是要這樣,是要這樣,我不會整隻鳥都畫出來,大概要大家了解就是,我們會這樣處理,這邊是受光的 Defined,很clear,這邊是暗的,而且會和背景有一點fuse together,這樣製造一種水彩的味道出來的 我今天要說的東西基本上是這麼多,大家要起稿,記住起稿是甚麼? get the proportion,問問問自己,究竟我的鳥整體上是否和我上片裏面的鳥的關係 比例是否和我上片裏面的鳥毛的紋色是怎樣 當日畫上來的時候,你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找清楚鳥、肚腩、頭殼在哪裡,看的角度是怎樣看的 我們星期六Zoom見吧! 請,我記得要快點,我們先來再説一下